我看了 我看了 那一家家的空 那都這樣 去年 年末開始的年末空間 對各種的隆重都造成不少的損害 以後的從來的由來 也因為這波的空間結果都一樣多 就算有結果 也因為過島的大河 一些高不省省的個性也都能夠了 若你它以晚生種的話 大概在二三月就會開花 甚至於在年初的時候會開花 但是那時候因為 因為乾旱造成缺水 花雖然開了 沒有辦法結果 那既然已經結果了 到目前它不應該水太多的時候呢 因為又下了好雨 造成大量的落果 原本三季應該要在十一月的國慶鄉由來 所以因為去後的影響 紛紛開始出現鐵垃圾的狀況 根據人民的統計 這處的損失有將近七千左右 酪梨熟不熟 可以從它的外皮有沒有麻斑 跟果餅有沒有變黃 但是它的時間還沒到果餅變黃 可能就會有掉果的機率 損失大概應該在六成到七成 六七成左右 對 目前我們所了解的 尤其是晚生種 大概都六七成的損失 面對如初嚴重的狀況 公共產黨新興廷也特別好用 有政眾有來的農民 相關的栽培保祖已經開始申請 只要有副學主計 每公共產黨的保祖七萬五千塊 在八月十二十字進行 就會官僚帶資料來公訴申請 整個七月十四至八月十二 大家就要帶我們的副本 這個土地的庭本 和新聞前營 和農學部來公訴 辦理這樣就可以了 每公斤是必要的嗎 每公斤我們保祖七萬五 七萬五 現在的國慶鄉是在提供 有來的這項作物 農學這邊由行立三小班來過片節 公訴也希望說如果有更多有來的民眾 可以多多選擇國慶鄉來的由來 這條健康也安心 記者電話差不多 好多